你把孩子拿掉我就跟你在一起 孩子是你身上的肉 换而言之就是你要挨一刀 这句话再简白一点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要跟我在一起 你多自己一刀 于是你傻得又自己多了自己一刀 还多了两刀 你没心吗 你没有食物感吗 人要见到什么地步 要别人这样来羞辱自己 这个让图雷老师如此激动的女孩叫小李 一个女人可以为了爱情 不管不顾的打掉两个孩子 他爱上的男人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可以让小李如此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我们都知道 女人的子宫是有极限的 总是这样打胎 后果简直不该想象 子宫一旦受损 以后再想要孩子都非常的困难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图雷老师才会如此激动的骂他 说起孩子的是 小李的男友小江却有他的一番说辞 两次怀孕都是意外 并不是说我设计我要陷害你 知道吗 跟设计陷害没有关系 如果你不想好了 你为什么能让我回应 小江的说辞 根本都不配做一个男人 女友打掉的孩子不是他的吗 那可都是他的亲骨肉 不喜欢小李就早点告诉他 不想负责任就直接说 一个大男人还能找出这么拙劣的借口 听得于继静老师都忍不住的说 江先生 今年也是36岁了是吧 我相信你应该对未来也有个规划 是不是 不管怎么样 那也是你的亲骨肉 不管是冲动 还是意外 至少那两个孩子 看着小江很不服的眼神 现场观众都想上去揍他一顿 如此不爱惜女友 还借口特多的男人 小李又为何会爱上他呢 原来两人最初是朋友介绍认识的 小李心里特别喜欢这个男孩 恋爱一年多的时间里 小李就流产了两次 今天来到节目组 受伤的女孩还没有说什么 小江直接先声明 你现在需要跟他分手吗 我不是要跟他分手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结婚的话 这肯定是不一样 我问你要不要跟他分手啊 要不要分手以后再说 人家女孩子为他付出这么多 小江却说出这样的话 男女通过相处 恋爱 彼此了解后 觉得合适就会慢慢的发展到婚姻 而小江的观念里 他们可以谈恋爱 不考虑结婚的事 更让人生气的是 他把不结婚的原因 全部都推在小李的身上 说小姑娘目前的心态 不适合结婚生子 比如说像第一次孩子出现意外了 非常冲动 他当时执意要这个孩子 因为什么呢 我们当时没有这个感情基础 感情是非常薄弱 时间不长 意外就有孩子了 小江的话 很明显就是不想负责任 说起第一个孩子 小李就特别的伤心 当时得知自己怀孕 本来很开心的告诉小江 可男友却不想要这个孩子 还让小李抓紧时间去医院 把孩子做掉 情绪非常激动时 小李开车心不在焉 出了车祸 孩子很不幸的流产了 当时是我闺蜜和我朋友 把我送到医院的 你当时都没来看我一次 我当时非常非常忙 我跟你解释我很多次了 我不能去看你 但是我也很遗憾 我住院那么多天的时间 你都不来看我一次吗 女友流产住院 小江没有去医院看过一次 在他的心里 本来与小李相处时间就很短 怀孕又不是一个人的错 两人感情又不深 分了就分了 何必去招惹事端 作为一个男人 连最起码的担当都没有 他只想尽快与小李撇清关系 可从来没想过 失去的那也是他的亲生骨肉 我再问那第二个孩子呢 有没有还有第二个吗 第二次他又怀孕了呢 我已经说了是个意外 你这么问我 好像我故意要设计陷害他一样 我没有这么问你啊 我没说你故意设计陷害他呀 我就你刚才说第一个孩子 因为是情感薄弱嘛 那想问的正常逻辑就是 有了第二个孩子 你是怎么考虑的吗 有了第二个孩子 我认为他当时的心理状态 也不适合结婚成家 所以我认为这个孩子不能要 第一次怀孕已经遍体鳞伤了 这怎么又会有第二次呢 难道小李就爱的这么没有底线呢 更加可恶的是 面对女友的第二次怀孕 小江竟然用了和第一次一样的理由 一口一个小李目前的状态 不适合结婚生子 话还没有说完 明星嘉宾已经坐不住了 其实我要是那个女孩很简单 上去给他两个耳光 踹一脚完了说滚 现场观众还没弄明白 两人故事的细节 都因孔老师的一句话 用掌声在批判这个坏男人 小李第一次流产之后 两人的关系就互紧互远的 在一起一年的时间 第一个情人节 女孩都想跟男友甜甜蜜蜜的过 可小江却告知提前有约了 小姑娘在路边等到凌晨情人节已过 男友都没有来 那我一个人等到你大半夜 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等到你一夜都你都没来 这个情况就不适合要孩子 不适合成家 不不不 当时我跟你分手 他不是说分手了吗 是你说的分手 谁说当时我分手了 我生气 我说分手了 你说的分手 分的挺好的 赶紧吧 这样的男人 让赵川都很无奈 刚听见小李说分手两个字 就劝他赶紧吧 这样的男人 要他干啥呀 可小李却没出息的说 只是一时冲动 才说的分手 两人分手没几天 小江就感觉无聊寂寞了 又去主动找到小李要求复合 用尽了甜言蜜语哄骗女友 小李最终没抵挡住 糖衣炮弹的乱轰 选择了妥协 可没想到情侣之间和好 男友竟然还有条件 他跟我说前提条件是 那咱们就得从朋友做起 那从朋友做起也可以呀 但是后来你是怎么做的 又找不到你了 我给你解释很多次了 那次我有事 每一次你都说失踪就失踪 男友时不时的失踪 让小李特别没有安全感 再加上车祸刚刚流产 总是患得患失的 成天不是电话 就是短信的找男友 小江看女友 最近表现还不错 为了安定女友的心 他带小李回家里吃饭 本来非常开心的女孩 以为这就是见父母了 第一次来到男友家 怎么也算是个客人 可小江却嫌弃女友 不帮母亲干活 他做了什么 我说你去帮那个 帮母亲下个厨啊 切个菜啊 哪有女孩第一次 上男生家里就做饭的呀 我不用你做什么东西 你只要去帮母厨啊 到厨房 有礼貌一点就可以 你做那点 轻轻点水你都算不上 你每次都是这样 斤斤计较的 小事你就拿出来说 你考虑问题 完全是一厢情愿 这哪是找女友啊 干脆找一个保姆得了 小李觉得特别的委屈 第一次去男友家 表现得太殷勤 肯定会让对方家庭看不起 以为他们儿子 多招人稀罕似的 不帮忙干活吧 男友又唧唧歪歪 最终小李帮了忙 还被小江一顿埋怨 真是得不偿失 这件事情还没过去 两人关系还没有缓和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又怀孕了 而且医生说 可能是双胞胎 孩子呢孩子呢 我不同意要 他不同意要 但是后来的时候 我就跟我父母说了 因为前一次 那个流产了 特别害怕 就跟我父亲说了 我父亲当时就要来找他 这次怀孕有可能是双胞胎 小李非常的重视 可男友不负责任的态度 让他非常的气愤 不顾外面刮大风的天气 小李坐车来到男友单位楼下 当时已经凌晨两点多了 可小江不下楼 还说在和重要领导一起开会 所有的老板 所有的客户都在 我不能下来 哪家公司能半夜两点多开会 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 而且你在公司楼下 你非常安全 你没有危险 我在你公司楼下两点多 两点多你还说安全 后来你走了 我不是又把你叫回来了吗 叫回来就是要跟你说孩子的事情 你是怎么把我叫回来的 你让你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你喝醉酒了 从五楼摔了下来 受伤了 住院了 那哪是五楼啊 就五个台阶吗 作为男人小江不说 心疼女友的身体 却还不择手段的把他给骗回单位 在小江的心里 这个孩子绝对不能要 他可不管女友肚子里的是单胎还是双胞胎 他不想负责 更不想对孩子负责 所以他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 也要把这个孩子处理掉 如果你不要这个孩子 我们可以在一起 如果你执意要生这个孩子 那我们不能在一起 小江商人的话语 引起全场嘉宾和观众的愤怒 这哪是在谈恋爱 根本就没有公平可言 小李的承受力到底有多大 才能一次又一次的容忍 这个男人的伤害 苏琴老师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直接插话 苏琴老师分析的特别到位 小李现在是一点底线都没有 不管小江如何的过分 对他他都能忍 只要能在小江身边跟着就行 如此不爱惜女友的男人 小李这么巴结着他干嘛呢 苏琴老师的话还没有说完 小江可不这么认为 他还是那套说字 一切的原因都是对方的 通过几件事来讲 他考虑问题 主要是从他自己的感受来考虑 他不会被未来 我就问您一句话吧 就现在你们俩相处一年了 你打算跟他结婚吗 目前不行 我特别尊敬那些 能把话说明白的人 就我就不喜欢你 我不想跟你结婚 绝情就伤一次 但是您呢 伤一点再拽回来 哎我这两天觉得挺寂寞 挺孤单的 说哎呦宝贝你再回来吧 然后过两天觉得 哎自己好像没那么孤单了 说哎我没想跟你结婚啊 孩子赶紧做了 女孩你也有点骨气 女人也应该爱自己 苏秦老师都被这坏男人给弄郁闷了 他只能让小李有点骨气 不要再执迷不悟 小江完全没有把苏秦老师的话 听到心里去 为了能让女友把双胞胎打掉 他不惜拿分手做威胁 小李没办法 就找到了男友的姐姐 说起这家里人的事 小江就一肚子的火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还没解决好呢 你就去找家里人 他们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的事 为什么不能让家里人知道 我们两个连孩子都有 为什么不能让家里人知道 我们的事 我都已经跟我父母说了 为什么不能跟你父母说 之后呢 之后呢 那孩子呢 之后因为我太喜欢他了 在乎他嘛 所以他给我打电话说 如果你要想要这个孩子 那咱们就那个老死不想往来 如果要不然你就把孩子打掉了 咱们曾经可以在一起 后来那个孩子呢 孩子做掉了 没了 我就是为了跟他在一起 把孩子才做掉的嘛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小江都如此的过分了 小李竟然还如此的听话 屁颠屁颠的去医院 把孩子给做了 那可是两个生命啊 他从来就不会为自己的身体考虑嘛 他就不知道流产手术做多了 有可能会不孕不育嘛 为什么又会出现意外啊 那这个 你没受过教育啊 这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并不是我设计好一个陷害的 知道吗 不是说你设计好要陷害啊 推托责任 是他现在要分手是吧 没有责任行 对 那就分呗 这已经是小江在舞台上说的第二次分手了 赵川都想让女孩赶紧跟他分手 这样的男人根本不值得挽留 小李却像掉进泥潭一样 越陷越深的 还在想着在一起一年多的时间 想继续与小江在一起 你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 恋人 恋人 那下面准备变成什么关系 是继续恋人呢 还是夫妻呢 还是分手呢 你给人一说法呀 你刚才说第一个孩子因为是情感薄弱嘛 那想问的正常逻辑就是 有了第二个孩子你是怎么考虑的吗 有了第二个孩子 我认为他当时的心理状态也不适合 结婚成家 所以我认为这个孩子不能要 反正不管你们如何的说 小江就是不改初衷 一口咬定都是小李不成熟 不适合结婚生子 搞得赵川都不想再搭理他了 徒雷老师上来就不想与小江说话 这段感情已经不值得再挽回了 他现在只想好好地骂一骂小李 为什么这么不珍惜自己的身体 每次孩子没了从医院的病床上爬下来的时候 痛吗 痛 痛 是吗 大点声 痛不痛 痛 那么没了孩子第二次再跟他发生冲动的时候 你想起过那种痛吗 想起过吗 你想过没想过 忘记了吧 我再问你 当他不待见你 不重视你 用言语羞辱你的时候 你痛吗 当只有闺蜜陪着你 在你流产之后照顾你 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痛吗 痛 那为什么还跟他在一起 图雷老师参与过那么多的情感节目 听到过无数的海事山盟 也调解过无数的情感纠纷 但今天这个海事山盟 是他从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过的 你把孩子拿掉 我就跟你在一起 孩子是你身上的肉 换而言之就是你要挨一刀 这句话再简白一点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要跟我在一起 你夺自己一刀 于是你傻子又自己夺了自己一刀 还夺了两刀 你没心吗 你没有实物感吗 人要见到什么地步 要别人这样来羞辱自己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呢 值得吗 而人家打你一巴掌 还要你自己夺自己一刀 然后再跟你在一起 你还劈点劈点地跟着他 你有自尊吗 回答我 你有自尊吗 有 那你的自尊在哪里 是在维护自己的孩子 维护自己的幸福 维护自己的尊严 你的尊严在哪里 我不是为了批判你 我是要叫醒你 你的自尊在哪里 我从头到尾 从你跟叙述 你跟他所有的事情 你没有一丝一毫的自尊 别人打你也好 骂你也好 羞辱你也好 羞辱你就羞辱你了 把你骗回来就骗回来了 让你把孩子做掉 你就把孩子做掉 你有自尊吗 图雷老师骂得太好了 别人不心疼自己 自己能不能把自己当点人看 如果一个女人 连自己都不爱 又弹劾去爱别人呢 听着图雷老师的话语 小江还在狡辩 这只是站在小李 受伤害的一面来说 再三声明 他不是故意要伤害对方 是分手还是在一起 我们现在 就是不能在一起 不能结婚 不能要孩子 但是呢 我们两个 我觉得我们两个性格呢 还是有往前发展的可能 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我不能跟你结婚 生孩子 但我们还是可以当情侣 感情继续发展下去 谈恋爱都是奔着结婚去的 不跟人家结婚 还发展个毛线呢 面对如此的近况 小李已经伤透 他放弃了求助的机会 而小江却选择求助于情感导师 你求我 还是我求求你吧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像一个男人一样的离开 我不去质疑说 你们之间有没有真正的爱 我也不再去赘述 你曾经所做过的那些 我看不起的那些所谓的事情 你有你的价值观 但我还是那句话 做人可以犯错 不要错以致辞 如果你今天能够抬脚离开 我保留对一个男人 最基本的尊重 就这样 现场所有的嘉宾以及观众 都不看好这段感情 男人做到如此地步 也真是够觉得 5 4 3 2 1 请开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